老舊電梯開開關關 發出的聲音 讓人格外有聯想 台版林可詭異墜樓案 事發將滿一個月 傳出酒店大樓電梯 竟然會自動開啟 這一棟樓很 比較一個 聽說好像陰陰的 很像一個六 樓下 就有的就是說 是被東西牽走啦 也是踏殺啦 才跳一個在公車這裡 然後才割不到一個月 昨天又發生那個 我一直以為是抓狗體這樣 死亡事件接二連三 酒店正妹小薰無故墜樓 生前走過的電梯 成了大樓流傳的詭異話題 一個樓層我們去按電梯 我們會按電梯是 主要是那個 就是讓客人可以看到我們 就是我們的雙晃 澄清傳聞 但死因人沒有人 可以完整解釋 墜樓現場 死者一旦面部朝下 不免被懷疑是 有人推下去的可能性 但警方認為 墜樓中可能翻轉 很難認定有外力介入 你們第一時間 你們為什麼沒辦法提供 第一時間目擊證人嘛 我們要的就是這個嘛 但偵查不公開 每次講到的偵查不公開 現場發現的象墜 但鏈子不知去向 家屬質疑是拉扯中 被人扯下 至今鏈子仍然找不到 小薰消失在畫面中 是誰在另一頭呼喚 但現場激震顯示 沒有他殺可能 警方很難揪出嫌疑人 關於疑點的部分 我們也會積極地來做 厘清 做查證的動作 種種疑點 少了關鍵市證人證 仍舊死因不明 警方該怎麼發掘真相 是家屬最迫切想知道的答案 記者阿公小麥周寬展 桃園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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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